为了让纳税人尽快缴清欠款 弥合国家的税收缺口 欠税者可能面临出国限制 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就透露 截至今年2月底 全国超过18万名欠税者禁止出境 其中超过9成都是拖欠所得税 那除了欠税课题 随着零工经济时代降临 政府为本地零工族缴纳9成的社会保险 截至目前总额已经超过199万令吉 财政部今早在国会上议院的问答环节指出 截至今年2月29号 全国共有18万2666人欠税而被禁足出国 其中17万1571人拖欠所得税 其余11095人则是拖欠产业盈利税 LHDM mendapat kerjasama daripada Jabatan Immigration Malaysia untuk melaksanakan tindakan sekatan perjalanan bagi menghalang individu atau pengarah syarikat yang celas membayar tanggungan cukai dari membuat perjalanan keluar negara 林慧英说明 内陆税局即出禁足令之前 会向欠税者采取初步行动 包括发送多封提醒信 电邮通知和联系欠税者 如果欠税者无法在限期内缴清欠款 当局就会援引1967年 所得税法令第104条文 以及1976年产业盈利税法令第22条文 禁止对方出境 直到双方达成还款协议 才会解禁出国 财政部强调 这并非剥夺国人的行动自由 而是防止国家税收流失的举措之一 随着零工经济时代崛起 零工组也被纳入社会保险机构的保护照之下 政府为此支出199万一千令吉 保障将近120万名零工组 连购政部强调整理人的保护照之下 RM23.3% hanya dikeluarkan oleh untuk mereka sepertiGIP ini 属相纳豆斯李安华在上个月宣布 设立零工工作者委员会 为此人力资源部将领导一个 由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者 组成的工作小组 研究零工工作者委员会的 职能 法律 财务和成员等方面 另一方面截至今年2月 国内多达807个私人房屋项目有问题 其中230个工程延误 462个烂尾楼 其余115个工程搁置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纳都艾曼·阿菲拉指出 这些房产的发展价值高达 2017亿5000万令吉 尽管如此 相比截至今年1月31号 有问题的项目已经减少 此外截至2月29号 88个项目获10560个单位重新启动 发展价值大约82亿3000万令吉 博士传岁 博士传岁 菜 股 温和 博士传岁 股 务 火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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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